好跟時間在賽跑 還有五個人還沒有找到 就是海鷗直升機掉下去了 國防部也召開了 記者會對外說明最新的進度 大家都在問 為什麼飛機會突然直升機掉下去呢 這個失事原因到底什麼 他們表示 當時氣候其實滿穩定的 飛機也沒有出狀況啊 那是人為舒適嗎 國防部態度保留 三角定位飛行展現優異滯空救援能力 但誰也沒想到 去年國慶天使展演上 擔任X拐動C空中空運勢掌機 一公投編號拐動腰拐的這架海鷗直升機 會成了26號最海失事的主要 那在9點07分的時候 他回報他已經抵達了目標區的上空 得知X拐動C落海 那是9點16分的時候 這蔡依澤中市 蔡依澤中市他簡單 就我們今天詢問他的狀況 他說他只依稀記得 他是被甩出飛機外面 短了幾分鐘正準備執行救援 吊掛任務的直升機 從雷達上消失五宗 除了幸運獲救的救護士蔡依澤 其餘5人包括也在去年國慶 擔任X拐動C預備機部駕駛的 紅氏豪尚尉 到現在都還下落 後艙的人 他是執行醫護跟吊掛的任務 所以他並不了解 前艙是不是有什麼樣的狀況 國安部的聯準士 也已經編成了飛安調查小組 協同空軍司令部 盡快地完成失事原因的調查 一整一搜救毫無進度 也無法從獲救人員口中問出事發經過 失事原因依舊是個謎 人間度是七里 也是叫目視天氣 然後沒有雲目 然後可以目視整個海面 近一年都沒有重大事件 涉及到整個莊案的調查小組的調查情況 那目前的情資沒辦法提供各位媒體 是不是人為疏失 國防部態度又有所保留 畢竟擁有1475和983小時 飛行時數的政府駕駛 都算有經驗 除了全力救人 海面的真相 軍方有必要釐清 中新聞 綜合報導